用方式 哎 这回就就对了啊 这回就刷刷的对 对一点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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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个 noise noise 还是不要这个 一切遵循 自然的原理啊 大概就已经附上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由于这几辆车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 对这个模型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比较审视的方法 高度不能调 高度随便调 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或多或少有点变化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 可以拆现了 这就 就这样 就这样 看来 这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看来 我们可以拆开 这就这样 就这样 看来 我可以拆开 这个 分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争取让它有点变化 因为是在远景 所以说是我们做的大概的样子 就差不多了 是在远景 看不太清楚 好 这个地方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这样做了 这些可以插线 插线 好 再将它改为远 怕到时候系统单位有问题 改成远 车 可以打个组 这个就可以关掉 以免占用系统支援 打开我们的原始 把这几辆车删除 删除掉 Magic进来 刚才的车子 Car 现在单位也是匹配的 血也覆盖上了 这也是一种制作方式 给大家讲一讲 这也是一种制作方式 再看一下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就绪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就绪 出去了以后 加存 随时都要加存 然后我们先进行一个渲染 测试渲染 直接看一下 渲染一下 一个清晨的时候 一个天气 包括这个水面的这个感觉 只是这个地方的墙面显得有点 不是太好 这个积雪 积雪的感觉都是有了 我们整体的看一下 其他进行渲染 渲染一下 这是我们大概调试的一个效果 通过以上的渲染 我们 还要再次的调整一下阻光的方向 再次调节一下阻光的方向 因为它普遍前面这一节 还属于一暗面 我们需要它受到 暖光的照射 所以说经过了细致的调整以后 我们再次进行渲染 再次进行渲染 我们让它稍稍的能够照射到前景 不要让它过多的处于暗面 要表现的地方突出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 基本上问题不大 但是感觉到阳光的感觉 在冬天阳光的感觉 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强烈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要我可以选中我之前的灯光 我把这个灯光的颜色进行修改一下 我再看一下效果 把这个效果好一些 这个效果好一些 但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个不是很匹配 稍稍的来一点点 稍稍的来一点点 不要太重 测试圈了 然后阳光的强度 我们先给它改一半看一下 不要过强 不要太强了 这个油太弱了 这个油太弱了 稍稍的过来一点 0.7 关键是要对比看一下效果 这个 我们也可以按照之前所做的稍稍偏黄 也可以哈 我们来看一下哪种效果好 打开 打开 Photoshop 还是选取这个色调 这个阳光的调子 稍稍偏黄一些 242203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好一些 让它饱和度 改低一点点 不要太高 选取一个适合自己的场景 来做灯光的表现 都是可以的 细致的调节一下 阻光的方向 及阻光的大小 这个效果我觉得要好一些 比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比较接近自然的天空 但是感觉到还是有点 偏黄一些 偏红一些 又来看 稍稍往这边偏一点点 稍稍往这边偏一点点 然后这个 总感觉到不是很满意 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捷径啊 就是大家要多看 多去观察 现在我再吸一个天空来看一下 我再吸一个 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天 应该有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首先另称为桌面 拖载进来 拖载进来 拖带到PIS 拖载进去 253184 20 这个有点重了 这个感觉也不是很好 这个的感觉还一半 相对而言都是相对而言 最终我把灯光的颜色锁定到这个颜色上面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这个太过了 这就是我们调完材质以后和附上学以后 最终渲染的一个小图的尺寸 小图的效果 现在我们需要对它的场景进行绿化的一些布置 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确定冬天可以生长哪些植物 哪些植物可以不 哪些植物不能生长 哪些植物可以生长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让它加成一个 现在我已经确定好阻光的方向 加上阻光的一些 大概已经是这个样子 我们将我们之前做好的一些代理文件 调进来 代理文件 棺木群我把它取名为 打开M 我们可以渲染一下看 我们可以渲染一下看这些棺木群 基本上都是有蒸叶树 有类似于松树的 还有香葬树 这些都是在冬天可以生长的植物 把它拖过来 现在根据整个场景 我将它进行一次的植物搭配 先选取小的吧 假的我可以渲染一下看 在冬天这样的植物是可以生长的 将这样的植物我们把它 还是这个方法 我们锁定相机 并且将它冻结 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选取我的植物 我们先来布置一下前景的植物 在这上面肯定会有植物的 现在做一个植物的搭配 我都是以组团的形式 将它搭配起来 一般做植物搭配的时候 摆场景我们都会在顶时图上 这样我们才看的是比较清楚 做一下植物的搭配 相机的角度 我们再过来 这后面可以摆一棵树 我们再找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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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